而且我们知道顿内侍这个地区河川很多 他不只要找一个要找好几个渡河点 这不仅让他整个攻势被大幅推迟 更重要就是乌军可以在他渡河的这些关键点进行重点的伏击 我们看这个两天一个是8号一个12号 可能显示当时那个星期俄军在周边他的攻势活动很多 因此他必须部队要快速穿插到 是不是乌军的后方进行迂回攻击或前行攻击 这一类战场的相互配合行动 但从这样子的一个被突袭诈射的惨况 我们就给大胆推测 他的空地协同和勤支还有火力资源都出现问题 其实为什么会产生这个问题 我必须做一个大胆的注解 就是兵困马乏 特别是航空兵力 这几天快速下降 为什么呢 因为俄军的不管战空机战机直升机 他长期这个高频率出击以后 他的妥善率大幅下降 我们知道这种高科技军种他的本身机械是很娇贵的 他运用他这个飞行满某个时速以后 他有很多零件必须要更换 耗舰还有这个机械和飞机必须要做更精确的检查 该换该保养的继续要做 因此我必须说俄军在整个他的航空兵力的战争准备是不够的 不仅零附件可能不够 那更重要就是他整个战备相关的支援能力 其实严重不足 因为照常理判断 你这么大军团的要渡河 应该是请求空中支援 对 那空军怎么可能不出动 这个空中支援 不出动显然是不是出大问题了 这个空中支援包括行动前的战场侦察 还有攻击的时候 包括直升机或战空机对他的火力支援 另外最重要就是他地面的炮兵支援也没有 乌军可以炮击你 难道你自己本身你的火炮不会反击吗 而且我们从看这个渡河点被炸状况 包括刚才近距离乌军在地面检视这些车辆 我们看到旁边的树枝其实被炸的蛮惨的 都是这个断枝 还有树可能只剩下半截 这就代表他是受到重炮火力的轰击 让这些包括装甲车战车或者这些运送之中的卡车 其实不是被丢弃 就是直接被命中成为废铁和残骸 那俄军的火力应该也蛮强的啊 对这就代表他本身他没有很好的支援火力 你遇到敌人攻击你要快速反应 这就是为什么北约军援这种反炮兵雷达那么重要 如果部队遭受人家炮兵火力 我有反炮兵雷达快速侦查人家炮位的位置 不管是在平原阵地还是在树林里面掩藏我快速发现以后 就可以进行反炮击来端掉你这些火力点 显然俄军在支援的炮兵火力这个部分 我认为这两场行动也曝露出严重的问题 虽然说俄军伤亡惨重 但是大部队依然是在行径中 而且他们人多势众 俄军也肯定比较不会害怕 那我们也发现在哈尔科夫地区 乌军正在埋涉地雷要伏击 这个俄军的装甲车 我们看到这个是乌军所埋涉的地雷 来建民哥这个埋涉地雷 乌军正在做什么样的准备 准备给俄军什么样的打击 好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整个战略上面 你要先知道整个过程当中 现在呢这是我们说的哈尔科夫 事实上呢现在我们看得出来 在乌冬地区呢 他是采用比较是手势的方式 就让你不能过这个北顿刺河 但是在乌冬的这个哈尔科夫部分 他开始进入到收复 所以呢换个角度来说 他必须要阻挡他的这个军队 从这边攻击的时候 他会必须在这些大的马路上面 去做所谓的这个地雷安排 然后彻底的要把整个 我们说的这个哈尔科夫部分 整个要收复 所以现在看起来乌军是在收复哈尔科夫 而俄军呢想办法要去 往这个哈尔科夫部分 来这个占领 试图占领整个顿巴斯地区 所以埋涉地雷就变成是一个 很重要的事情 注意看哦 其实他们在埋涉地雷的时候 旁边有一个军人 他事实上是在用望眼镜去看远方 那我估计他要看远方的目的呢 在侦查附近的这个乌克兰 有没有俄罗斯军队 就往前进行 他们一定有情知 知道他们有所谓的运兵车 或者其他的部分的武器呢 正在运往过来 所以他们在这个旷野上面呢 就开始埋涉了 他们自己 边埋涉地雷要边戒备 对没错 那他边戒备 而且呢表示 这个戒备表示呢 敌方的军队应该就慢慢逼近了 所以他们现在 现在埋涉这个地雷 那这个地雷呢 其实是俄罗斯制的 就是TN62PS 然后装载的是MVP62M的 这个所谓的隐姓 然后他就很广泛的 在他可经过的地方 这个不好这个地雷 果不其然这个运兵车 其实有人问 怎么会单一的运兵车 赶在这个地方去进行呢 那我们知道这个TN62PS 最厉害的事情呢 它爆炸的时候呢 可以让你的这个装甲的 这个底盘全部爆裂 他们已经探测出 俄罗斯的这些 所谓的这些干扰机呢 他们有某种致命的缺点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他们很可能的事情是 TV2呢 去观察完之后呢 是有所谓自杀这个 无人机去做攻击 那也就是说 美方的武器 也可以避开GPS的干扰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